比較靠園區 更裡面一點的 那裡是動物中心 動物中心因為大部分就是養老鼠的 所以人很少 所以出入的這種頻率也相對少很多 所以其實整個園區來講 可以看起來是大部分是空曠的 目前 各位 我提醒各位 目前這裡面並不是沒有東西 是有東西 路也在 也有一些舊的建築物 我們只是把它取代 剛才他提到的量體是以面積來講 但是從體積來講 我們也減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我的印象是這樣 所以整個3D的量體也減少了 現在這個園區基本上是完畢式 也就是它是圍牆 然後有警惠在站槓等等 我們將來的圍牆會全部拆掉 那是完全開放式 所以我們對於社區 是一個非常友善的開放空間 當然我們不 將來會不會這邊變成一個觀光區 我們知道 不過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區 張曉光女士說要保持一個廢 我想這個是更大的一個廢 更乾淨的一個廢 至少我的了解是這樣 那我們在交通 也許各位也會有點關心 尤其我們的鄰居 我們也做了說明 所以剛才鄰長也有做了一些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交通 會盡量經過12巷 研究過12巷 盡量朝環迅道路來走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 這個牆會拆開 所以那邊左側的防汛道路 可以做某種程度的條件 讓交通可以比較順暢一點 但是我想我們現在已經在思考一個理念 各位知道這個南港展覽館這個捷運 已經快要完成了 那這個完成了以後 這個 張吳縣還有這個 現在叫什麼 板南縣是吧 板南縣就會連在一起 所以將來 展覽館站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枢紐 那板南縣又連了 各位也知道 盧州縣 所以將來的 等這個園區建好的時候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捷運會建好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規劃 其實我已經有跟總理 我會這邊討論過了 我們會安排這個 叫做這個 接波車 院方的接波車 我們院方的接波車 是希望用比較環保的接波車 也許有電路 或什麼種叫小巴 那也許15分鐘就是要 所以在我們的院區 然後到這個院區 然後到南港 財產館那邊都很近 那我們就這樣走 那這樣子提供這種交通便利的話 那麼這些我們工作的人員 就不用開車或者計車到我們的園區裡面 這是我覺得這是我們要來推動的一個事情 那至於這個園區跟我們現在的本院的院區 之間也是一樣 除了剛才我講的這個以外 我們也會提供電動車或者是這一類的 所以希望這個兩個園區 各位不要忘掉 那一邊我現在看不太清楚 這個右邊有一個黃黃的那個方塊 那個其實是我們的國際研究生院 還有我們的獨製院 幼稚園在那邊 所以那邊已經是本來就是我們的園區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人員進出的這個頻率 應該不會那麼高 那麼進去以後他們就關在裡面工作了 我們這些都是書袋子 所以不會到處去亂跑 那那些生態保留區 我們就盡量不去干擾它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是相當理想的一個設計 不好意思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我們這個配置圖的那個六 那個國家動物中心 我有三點 第一點是說 因為大部分的建築都是在東北角那邊 那特別把動物中心放在西南角這裡 當時考慮的原則會是什麼 是因為這個東西對其他的人有干擾 還是說它有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我們不了解 對生計比較外難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它是做動物實驗 那這個動物實驗大概是做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剛剛有說現在是做小老鼠 那未來會引進什麼樣的動物 還是說還是持續做小老鼠 那做這些實驗動物 它對周邊的環境會有什麼衝擊 那如果萬一 萬一出現像地震 或是各種災害的時候 譬如說淹大水 或是可能各種災害 或是火災或什麼 如果這些動物逃逸出來 那這個風險 還有這個造成的衝擊或是什麼 那第三個是我自己 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是說 讓所有的開發都是在東北角那邊 那南側這一個 當然這是目前 目前兵工廠已經有建物的地方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地方 就不要再做生計園區的開發 而是說這裡變成一個環境的教育中心 潛在生態系的環境教育中心 利用現有的建築物來做 那讓人的活動都在東北角 那西南角這邊就完全維持 就西半部這裡完全維持一個生態自然的環境 我叫宋友 等一下我們真正的老闆可以來做這個 比較精確 第一個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因為它是養動物的一個建築 所以呢 動物不太喜歡人家干擾它 所以 其實你知道嗎 動物住的房間比我們人去住的館還貴 所以它的設備都是非常非常一流的 要乾淨的空氣 要沒有雜音等等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比較isolate放在 單獨的放在一塊 因為它的這個 當然有它自己的一些研發的人員在裡面 但是誤會很多 也許一百人左右最多 但是它大部分是養動物 未來有沒有說要其他的東西 也許會有大數 但是像狗啊 甚至是猴子啊什麼 這個都沒有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 那這個 你說地震它會不會跑出來 我想它們的設計 它可以等一下給你們解釋 我想它可以保證不會跑出來 那如果它會跑出來 我們現在的這個 921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老鼠都跑光光了 我們那時候 動物中心就在我們裡面 所以沒有一隻老鼠跑出來 所以應該可以放心 至於說要不要把這個 比如說你剛才講一個叫什麼 富裕教育中心之類的 其實這個區塊 雖然我們目前是這樣子規劃 但也沒有完全說一定怎麼樣 只是這樣 其實那時候 陳同學博士把我畫一塊藍色的在這裡 其實那是一塊平地 他現在把我挖成變成湖 原來是說我們來見一個院長的官邸在那裡 這個院長他說他住在那裡 自己一個人他很擔心 所以他不肯住那裡 那麼不管怎麼樣 所以這裡面如果各位 社會人士對於這種生態教育什麼 我們可以在那裡放一棟 不是很大的建築物在那裡 當作教育中心 這個我想也是可以考慮的 來 不好意思你是專家 我在那裡亂講話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那我是覺得 一般人會對老鼠對動物有一種 有一點恐懼感 我也是能夠理解 因為我小時候看到那些老鼠到處跑 然後看到那個動物 那個牛到處大小便 我自己也覺得 怎麼那麼髒 那我因為從鄉下出來 那這個問題我想可能是 因為時代的一個不同 對於對於實驗的一個要求 已經極然不同 我們這個養的老鼠 大小鼠 我們叫做SPF的動物 叫做Civic Passage Entry 就是我們很乾淨很乾淨的老鼠 我們進去有人要洗澡的 我們所有空調 要經過Hepafelor過濾的 那所有東西進去 要經過消毒鍋消毒的 非常非常乾淨 裡面要鎮壓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要保持一個動物最健康的狀態 能夠實驗能夠做得最好 那我們現在其實不是 不是怕老鼠去影響到人 我們是怕人影響到老鼠 因為老鼠太乾淨了 所以如果人帶著病人進到我們這邊的話 會嚴重的影響到實驗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isolate 就是人太危險了 很容易帶著病人到處走 那如果你milding很多的話 裡面有些人養一些動物或其他 會經過一些 會有一些病人可能會在附近散播 所以按照國際的動物視力 比如說Chas River很有名的 那個美國最大的一個老鼠的羊 就是在一個isolate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避免老鼠的汙染 我講話 被老鼠的汙染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我們所有的東西 除了乾淨以外 我們所有的空調 空調都要經過所謂的除臭的系統 我們用那個活性碳 所以我們會除臭 第二個我們會有那種Double Skin的 隔音的一種處理 所以我們出去的東西都是合乎標準的 所以我們用環保局線來做測試 我們隨時來測都沒有問題 包括阿摩尼亞 包括X2S都沒有問題 我們令其都有結果 這篇可以給大家來看 那另外就是老鼠所下出來的所謂的排水物 不像那個大動物像豬具排出來 不是的 我們在那個小籠子裡面 所有的在電料上面的 一顆一顆的電料全部要收集起來 所以不會掉在地上 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送到外面去燒掉的 所以不落地的 不像那個分辨直接汙染到土地 完全沒有 所以空氣有過濾 那所有的排水物都有進過包裝處理 然後到外面去焚燒 那有關這個 有關這個 有關這個 水的部分 我們灰水 大部分我們是把它回收的 我們做得非常好的 所有的部分是排出來 大部分都是做一個回收的部分 所以在很多的部分我在環港市做得非常好 我們最近才拿到所謂的 全世界最高的所謂的 實驗動物國際認證 我們六月份通過了 那這裡面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 包括動物的管理 包括環保的問題 都要注意到我們才可以通過 這是國際 不是我們自己認定的 是國際認證 我們六月份 我們南部跟北部全部都通過了 所以說我們經得起國際的考驗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剛剛老鼠會不會跑出來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養的老鼠 全部都是用一種 其實老鼠現在養的 這個老鼠比人 真的是 這個生活更好 它裡面都有一個 那裡面是有 獨立的空調 我們叫IVC 空調進去出來 這個小 它有五星級的飯店 我們稱之五星級到六星級的飯店 所以它是在一個保護的形式下 有蓋起來 這樣非常好的環境裡面飼養 有機會可以來參觀一下 所以老鼠不會跑出去 那萬一不小心 要下來 我們有做什麼 我們有做那個 那個所謂檔鼠板 大概四十五公分到五十公分 老鼠怎麼爬頭上去 所以我們都有做這樣一個保護 所以現在我們上次地震以後 從來沒有一隻跑到 中間都沒有 這個部分請放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設計 是非常非常先進的 那也歡迎 有機會到我們那邊參觀 這個部分我相信你們不用擔心 謝謝